词词曲 李洛 孵华檀余holder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快去吧 快去吧 莫哭耗子 假慈悲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排挤他 我相信俊杰 他是真心想帮忙的 二太太 这位太太找您 莉莉 莉莉 情况怎么样 情况怎么样啊 我是亲自来道歉的 你儿子的事我无能为力 再说我先生的公事我一向不插手 何况思同日本人是重罪 谁都担担不起啊 可是 可是这位真的是被冤枉的 妈 我就搞不明白 你儿子留着那几张日币干什么 给自己惹这么大的麻烦 他那几张日币 是他在码头做苦力的时候 人家给的小费 那群警察冲进来 不分轻轰造白 就把他给抓走了 我信不过他们 我的丈夫就是警察局长 既然信不过警察 找我干什么 莉莉 莉莉 你千万别生气啊 刚才是因为我妈 担心孙子急坏了 所以才口不择言的 莉莉 我替她向你道歉啊 别生气了 莉莉 莉莉 莉莉是指望不上了 我还能找谁啊 只好找她帮忙了 莉莉 莉莉 发生什么事了 你这么着急的包装来 指望一走 被警察抓走了 罪名是通帝 怎么是指望 应该是方俊杰啊 什么意思 方俊杰取过前线 要通帝也是他 轮不到指望的 是啊 我们苏家最近 又不知道是得罪什么人 竟然用这种卑鄙的手段 来陷害我们 先别管是什么人陷害的 抓错人是事实 把智慧弄出来再说吧 天儿 苏家现在家到中了 在重庆省都不是求助我们 算我求你了 求我 把智慧救出来 好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还你一个 毫发无损的儿子 谢谢你 好 那事成之后 你怎么歇完 我求你了 只要能把智慧救出来 你想怎么样 我 求我二话 好一个求我二话 我记住了 事不宜迟 我现在就请 这事 千万别让人没知道 好 这不是乱来吗 说好抓方静杰的 怎么带走了苏志伟啊 周目睽睽之下 日币从房间里搜出来 证据确凿 本来我们是想抓方俊杰 可这会儿又出来一个苏志伟 说日币是他的 那我们怎么办 只能把他带走 你这不等于帮倒忙吗 方俊杰一日逍遥法外 我就一日不得安你 只要有人顶罪 证明大罗是被人陷害的 抓谁不是一样 通过这件事 方俊杰也应该会得到一些教训 以后也就不敢再乱来 我跟苏志伟的妈妈是老朋友 她已经找上门来求我帮忙 你却让我将错就错 解铃还需寄铃人 还是麻烦局长高台贵手啊 恐怕不是一般朋友那么简单吧 不瞒你说 事发之后 冯家丽找到我的太太 让她帮忙 被我拒绝了 冯家丽和局长夫人是什么关系 从前是上海滩的姐妹桃 现在是杜小姐家中的做上宾 那 那就是说 我的事局长您是略知一二的 那是 那就请局长给我一点面子 尽快放人吧 通敌不是一般的罪名啊 不在我的权力范围之内 尤其是现在 又赶上这个特别敏感的时候 我已经承报上级了 现在 不是我能掌控得了的 我明白了 收通需要多少钱 开个价吧 我尽量去满足你 你真的要烫这滩浑水 烫要有难 我岂能做事不管啊 哪怕是 让出大罗的一半股权 也再说不惜 好 你个狗怪 得到机会了 狮子大开口啊 好 我知道 我非常同情你现在的处境 不过 到了这个节骨眼 江山美人 只能选其一呀 这件事情 你容我好好想想 没关系 我不急 是 在我做出决定之前 你 那麻烦你交代下去 一定要善待苏之位 我只保你三天 三天之后 晦天法术 告辞 来 喂 佳麟 是我 有消息了吗 你要救志伟 只有用你来交换了 你说 要怎么交换 到了适当的时候 你自然会知道的 只要你回答愿不愿意 只要可以救志伟 我什么都愿意 包括做我的女人 这一切 原来是你设下的局 我要说不是 你会相信吗 你趁人之危卑鄙无耻 你要定我的罪 也得听我解释解释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你不是嫌害我的人吗 来吧 等你达到目的以后 立刻放了之危 我要娶你 我要娶你 你轻轻了吗 我要娶你 为什么 愿我年轻时候的梦啊 再说了 我年纪也不小了 也需要有一个伴 就看你愿不愿意了 如果我不愿意 你却撒手不管了是吗 我是个商人 赔本的生意我不做 实话告诉你 透过一些关系 我可以确保志伟平安无事 但代价非常大 要多少钱 就当是你先借给我的 我以后一定会还给你的 他们要大罗的一半股权 大罗 我还不起 我考虑得很清楚 钱没了可以再赚 是吗 若是我这下半生有你相伴 知道 我不期望你敢接我 我只希望 我的付出 对你来说 不是牺牲 而是大家 共同 相望的生活 回头我就打电话给他们 只为很快就会放出来 可是人没怎么办 她以后会怎么想我 我不 不 我妈 还有这位他们会怎么看我 人没这些年啊 从我这儿拿走她 足够她回活一生的了 我对她是问心无愧 安妮又不喜欢人没 再说了 现在的安妮 她已经找到了她自己的人 也应该为我这个老爸 去着想一些了 至于至为 你放心吧 我保证她在里面 没有人敢动她一根毫毛 让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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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女大十八变啊 叶尔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哪有 是照片拍得好 叶尔 这是你男朋友啊 你怎么知道 我看过你们俩在一起啊 码头这一带出出入入 就那么几张熟面孔 想不认得都难呢 你眼力真好 好 我就喜欢这张 拍得太好了 要不 放大几张摆在我们店里 好好啊 那我回去告诉她 她一定会很开心的 嗯 伯母 伯母 什么事发生什么事 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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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您冷静点儿 千万别想不开呀 你才想不开呢 你有病吧 跟着我干嘛 可是 您一直往江里走 我还以为您 唉 是不是志伟 又跟你有气了 你有什么不痛快的 尽管告诉我 我会好好劝她的啊 我们母子的事跟你无关 我警告你 离我们志伟远一点 听到了没有 唉 唉 唉 你说说 不过就是几张日本钞票 就应手我们志伟 跟日本人有勾结 这冤到哪儿去申哪 唉呀 奶奶 你们也真是的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也不告诉我 要不是消息传到厂里去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呢 家里这么多人 都想不出办法 你能有办法吗 那我们是一家人嘛 人多力量大 不管怎么说 我也可以帮忙 想想办法嘛 唉 我已经想好了 我决定 替志伟去顶罪 奶奶 您别胡说了 奶奶这么大年纪了 已经半截身子入土了 志伟这么年轻 有大好的前途 我这么做 直 哎呀 奶奶 不要说丧气话嘛 我相信这件事情 一定会还志伟一个公道的 官子两个口 这硬要污赖志伟 我们又能怎么办呢 唉 想想以前我们在上海 你爸爸在 还有你大妈 我们的大发面坟场 生意红火的时候 多风光啊 哼 咱们现在呀 是虎落平阳被犬妻 哎 成天调着个脸子干嘛 家里又没有死人 志伟发生这么大的事 我们替他担心不行啊 放心吧 志伟在看守所里头挺好的 没有遭罪了 等事情查清楚以后 他们自然会放人的 嗯 那志伟什么时候放出来呀 我怎么知道啊 唉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你打探清楚 他什么时候放出来呀 奶奶 该放出来的时候 自然会放出来的 那 那你就去问清楚嘛 谁让他自己不小心的 在里面待着也挺好 说点教训 我累了 回房休息了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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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志伟是你亲儿子 奶奶 难怪志伟不认他 算了奶奶 二妈最疼志伟了 她心里啊 肯定比谁都着急 只是不说罢了 嗯 说不定 她根本就没去打听 随便说一说糊弄我的 别生气了奶奶 雨晗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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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晗儿下这么大雨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那个我找志伟 但是又怕伯母看见我 会捏我走 所以我只好在外面等了 雨晗姐 帮我把志伟叫出来吧 志伟不在家呀 她今天不是不是休假吗 怎么还上班啊 她她去外地出差了 她不是刚出差回来吗 工作的事情吗 我也不太懂 那 那你知不知道 她什么时候回来 你说吧 找她什么事情 等她回来了 我转告给她 上次的照片洗出来了 我想交给她 那你给我吧 我见到她的机会比较多 什么照片 那 麻烦你了 嗯 雨晗姐 你帮我跟志伟说 她帮我拍的照片很漂亮 有几张我自己留着了 你别说还真是啊 拍的是挺好看的 我看得出来 志伟帮你拍照的时候 很用心 放心吧 这照片啊 我会帮你转交给她 那我先走了啊 你呢 要不要一起走 走吧 哎 啊 导帮你吃了 我要拿到店了 你吃了 我的一个是 我是小帮你吃了 我最闻了 我最闻了 赶紧ir的 不是因为公事 是私事 大哥 我想请您帮忙 把志伟救出来吧 他犯的是通敌罪 不是我能插手的 如果弄不好 会惹祸上身 可是你也知道 那是志伟当搬运工的时候 客人给的小费嘛 大哥 志伟是无辜的 是冤枉的 无辜 我们现在在跟日本人打仗 大家都不用日货 而他偏偏要收藏几张日币 果天理相 现在被扣上通敌的罪名 怪得了谁啊 如果说志伟他真的和日本人有瓜葛 他应该把日币藏起来啊 他会那么傻特意留下证据 让警察去搜吗 证据 你说对了 警方查案就是要讲证据 那几张日币就是证据 要怪了 只能怪志伟他自己不小心 是 大哥 你说得是 志伟通过这件事情 是应该好好地反省一下 大哥 您是个有身份地位的人 以您的社会关系 帮志伟说几句好话 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 我 要救人也不是这个时候 风口浪尖危险太大 大哥 我真的是不明白啊 我现在抛开其他不说 苏志伟是您的员工 难道您就不应该出手相救吗 我说了不救他了吗 你知道什么 要救也不是现在救 管好你自己的事 其他的事叫浩然来找我 还有别的事吗 那我先走了 白日衣衫近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不好了不好了姑爷 不好了老夫人不见了 不见了 怎么回事 我在厨房忙活 才一会儿的工夫 老夫人就不见了 我里里外外都找了 也不见人影 还没找到奶奶 没有 现在这个时候奶奶会去哪儿啊 早上二小姐来过 兴许她能知道吧 我打电话问雨晗 怎么样 没人机 我出去找找 我也去 军王 我们出去找奶奶 你好好看着康康 好 雨晗 开门哪 我是奶奶 我是奶奶呀 雨晗 雨晗 我是奶奶呀 雨晗 奶奶 奶奶 奶奶我在这儿呢 您怎么来了 快 带我到警察局 我要跟他们说说 我们家志伟是冤枉的 是冤枉的 奶奶 您听我说 这警察办案啊 有他们的程序 我怕就算您去了 也是白去啊 那 那你带我到警察局去 我要见志伟一面 我要跟他见一面也行啊 你快带我 带我去啊 别着急 我陪您去好不好 好好好 那赶紧去吧 走 奶奶 赶紧去 快 警察大人 我 我是苏志伟的奶奶 我想见她一面 可以吗 死同日本人是重罪 没有上级的命令 天王老子也不能见她 我是个一只脚 已经踏进棺材的老太婆了 我见她一面 还能怎么样啊 警察大人 你看我奶奶年纪那么大了 能不能通融一下啊 不是我不讲人情 局里面有规定 我是奉命行事 你今天 不让我见过孙子 我 我就死给你看 奶奶 干什么干什么 冷静点啊 奶奶 奶奶 赵紧 那天是您把我孙子抓起来的 您知道他是冤枉的 什么时候放他出来啊 啊 案子已经进入调查 能证明他是无辜的 自会还他清白 那 那 那还要过他多久 什么时候放他出来 你总得给我一句话吧 胡闹 警方办案 还要是让你交代进度啊 快走 不行 今天你不给我一句话 我 奶奶 我就待在这儿不走了 奶奶 你别这样 奶奶 你再胡闹就是妨碍公务 我连你一起抓起来 警察大人 您千万别生气啊 别跟我奶奶计较 我奶奶年纪大了 就要见一见孙子 您看能不能网开一面 他只要见到志伟以后 他老人家就安心了 就没事了 我就马上带他回去 这 就我也做不了主啊 这 人是你抓的 你怎么做不了主啊 警察局里大吵大闹的 乘客体统 局长 局长大人 我是苏志伟的奶奶 苏志伟是冤枉的 今天把她放出来 是不是冤枉的警局自会调查 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 局长大人 那那几张日币是我的 是我放在她那儿的 你要抓就抓我 要关就关我 要枪毙就枪毙我 我说你个老太太管什么用啊 赶紧回去吧 不行 你要抓她就抓我吧 你今天不放她我就不走了 你再这么胡闹 我就成全你 把你和你的孙子苏志伟 一起关起来 你不放她 今天我就不走了 奶奶奶奶 我们走回去吧回去吧 不行 今天她不放人 我就跟她聘了 我死在这儿 奶奶奶 好啊 想死是吧 那很容易啊 局长 法律不外乎人情啊 我奶奶那么大年纪了 就想见见孙子 就那么难嘛 你们就不能体恤一下 老百姓的心情 行得方便嘛 你是什么东西 跑来教训我是吧 赶紧出去 否则的话 我视你为苏志伟的同党 一起关起来 我家就因为养了你们 这些贪赃妄罚的狗官 才会激若不振 日本人才会趁虚而入 即将日弊就要定人罪 你有本事的话 全重庆你都去松了 看看多少人家里有日弊 全当同理罪都给关起来呀 看你敢不敢 我现在就把你关起来 你看我敢不敢 来 是 放开 不要 约翰 干什么你们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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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怕 我就不信这些狗官能把我怎么样 你 嘴巴放干净点 走 余涵 看什么看 退回去 姑爷大小姐 大小姐 有老夫人的消息了吗 没有 奶奶身体不好 招说应该不会走远 怎么会找不到呢 喂 这里是警察局 你们家老太太晕倒了 已经送到医院去了 好好好 我知道了 姑爷 大小姐不好了 老夫人晕倒了 不知怎么让警察送到了医院 走 我也要去得住奶奶 小少爷 快 我们不去了啊 听话 小少爷 快听话啊 我们不去了啊 小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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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话快乖乖的 我们不去了啊 吵吵吵 吵什么吵 你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又知道哭 真把这儿当成你自己家了 想干嘛就干嘛 好了好了 小少爷 我们不哭了啊 不惹二奶奶生气啊 二太太 跟你妈小时候一样 就会惹是生非 把全家搞得一团糟 二太太不好了 老夫人今天早上趁我没留神 自己跑出去了 不知怎么让警察送到了医院 姑爷和大小姐已经赶过去了 你怎么不早说呀 好了好了不哭了 奶奶 奶奶 你醒了 奶奶 俊杰 我真该死 现在 我真是 不如早死了算了 怎么这么说啊 我要是不吵着去警察局 于翰就不会被关起来呀 这是怎么回事 现在没空说这些了 快 快去救于翰 要是救不住于翰 我没办法向浩然交代呀 奶奶 你别着急 别着急 我这就想办法去救于翰 你别着急 快去 快去 快 我跟你一起去 你留下照顾奶奶吧 好 奶奶 奶奶 不要着急 俊杰去想办法了 好 这位还没出来 雨晗又进去了 真是雪上加烧了 现在你们打算怎么办 就是没有主意才来找你 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上次分开以后啊 我写了篇稿子交给主编 主编说 这种稿子太多了 排不上版面 我现在也不知道 怎么办才好 要不然 我亲自去找主编 如果他知道 是我家里的事 也许他会帮我的 以目前的状况来看 光靠舆论的力量 是原水救不了静火 不如直接找人帮忙 你也知道 我能说得上话的朋友 没多少 再说这个世道 锦上添花得多 血中送碳得少 何况是背着通日的罪名 谁愿意帮这个忙 有了 我知道一个人 你要是能找到他 就行了 谁啊 罗浩东 重庆商会的会长 重庆政商两届的名流 他都认识 我从报社得到消息 他最近要举行 一个大型的募资活动 应该有机会的 他是康康的大伯 但是浩然不在 谁能搭上话呢 你要不然 去找小剑 来 妈 妈您没事吧 您年纪大了 以后不要到处乱跑了 会让人担心的 啊 是啊 我不像你那么冷静 儿子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还能安心地在家里睡大觉 妈 这位不会有事的 您不要胡思乱想了 我只要没看见他 我就是不能放心 想想当年 我们苏家在上海 多么的风光啊 一个小小的警察局长 行了妈 你别再说了 当年的事我们别再提了 行吗 您不觉得烦啊 智卫迟早都会回来的 行 你要嫌我烦 你赶紧把智卫 给我带回来 行 妈 别生气了 啊 别生气了 雨桃 你照看奶奶 好 到了这么多年 您终于答应我的求婚了 我希望 我们的婚事一切从前 这把年纪了 也犯不着闹得人尽皆知 先别让苏家的人知道 他必是苏玉涵 好 照你的办 智卫他什么时候能出来 你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 越快越好 万一他反对我们的婚事呢 我可不想人才亮空啊 不如这样 等喝完喜酒了 我立刻让他们放人 我以人格担保 说话算话 我要先见到他 确定他安然无恙 我才能相信你 我都安排好了 随时可以带你去 唉 我oux would you 静姐 你先我由归 CT 好 穷人命贱 像我这样没钱没势的事 怎么会有人相信我说的话呢 不是的 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 是有功力有正义的 你要坚信只要你不放弃 是非黑白 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俊杰 我错了 之前是我太天真了 现在这世道只有大奇效 惯押命 小老百姓只能任人宰割 不过你放心 当年你没放弃 如今我也不会放弃 雨晗 没有用的 别白费心气了 凤俊杰 凤俊杰 你给我听好了 你可以灰心 你可以丧志 你可以不相信法律 但是我不会的 我要想尽一切办法 把你救出来 因为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也比我爱你 这辈子 我这辈子认定你了 谢谢你 雨晗 不管是有多大的去入 我一定要把你救出来 是 老夫人 您可回来了 您身子可好 老骨头了 经不起折腾了 雪妈 康康呢 她刚睡下 二太太呢 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 该不会还睡着没起吧 二太太一早就出去了 还没回来呢 还没回来 上哪儿去了 二太太没说 真是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这个节骨眼了 还是只顾她自己 雪妈 赶快给志伟和雨晗送点吃的去 在看守所里他们肯定没吃好 快点去 是啊 是啊 见着他们 让他们别着急 我们已经在想办法了 奶奶 那地方 他们肯定不会让见面的 雪妈 快去 是 大小姐 老夫人 我送饭去了 不是我说呀 你那个妈还真行 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 他像个没事人似的 到哪儿去也不说一声 他有没有想清楚啊 关在里头的是他的亲生儿子 难怪志伟不愿意认他 他根本是咎由自取 至于 志伟 你来干什么 我来看看你 我放心不下你 我挺好的 我会照顾我自己 倒是你 别再惹事生非了 我 我没有 你有 你想想这些年 你都做了些什么 之前在上海的时候 无始生非闹得家里鸡犬不宁 到了重庆 家里边的最后一点积血 也都被你给败了 你说要不是你 我们苏家会轮了到现在这个地步吗 之位 我知道 我犯下的错 你这一辈子也不会原谅我 不管我说什么 做什么 在你心里 永远都是错的 可是我希望你 用手摸着自己的良心 问一下自己 这样对我 你觉得公平吗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你在监狱里面心情不好 我来 不是想要惹你生气 也不是想要去翻那些陈年旧账 我今天来 是想告诉你一件事 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把你救出去的 不用你费心了 我没有犯罪 法律一定会还我一个清白 你怎么救我 又要用你那些上不了台面的手段来救我吗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不必了 我宁可一辈子待在这个牢里头 永远不出去 好 诸位 无论你怎么说我 我想告诉你的是 你永远都是我的儿子 我永远都会等你 永远都会爱你 是 是 这个事实我改变不了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 我永远都见不到你 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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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走 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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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思念 不得消 祖 我 触摸你 却隔着天涯 是 不凭 在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